好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JWT 那JWT的话它的全名就叫做JsonWebToken 好那它名字比较特别 就是这个Token应该就是我们登录之后会取得的一个Token 那这个Token就是之后我们如果要反复的去进入这个网站 然后并透过验证来取得我们个人JS时候所使用的 所以这次Token的话 为什么前面还有加上一个JsonWeb 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Web的话就是它通常用在网页端 另外呢还有一个Json 那Json的话就是我们所资料的资料格式 我们所资料的资料格式 那再往下的话其实你就会看到 为什么它叫做JsonWebToken 好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在JsonWebToken 就是JWT里面所取得到的是一段字串 那这个字串呢 以这个网站来讲的话 就是JWT的网站JWT.IO 在这个网站里面它已经帮你标上颜色 就是红色紫色跟蓝色分为三段 那首先第一段呢就叫Headers 就是它会说明说你这个Token是用哪一种加密形式 好那这一段的话还好 那如果我们调整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它整体会有点变化 尤其在第一行会有变一点点 那等一下其实我们在做修改的时候 你会发现第一行都没什么变 那这Headers算是蛮固定的啦 然后第二段呢就是重点 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Json呢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它取得的是一个字串 但是它在解密后 它可以取得一段资料 这个就是JsonWeb Token的一个特点 我们可以把用户的资料 用户那种非敏感性的资料 先直接塞在这个Payload里面 假设用户在登录之后很常去存取 很常需要用到它的名字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名字存在这个Payload里面 所以紫色这一段就是Payload 那后面呢就是它的签章的部分 就是它的属于它完整的验证 那这个验证呢为了避免被容易被人家所篡改或取得之类的 所以中间呢会加上一个Key 这边会加上一个Key 当我们在调整这个Key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后面这一段就一直在变 所以我们在验证的时候 你要说是验证后面这一段也没有出来 然后再透过这个JWT呢 我们可以取得中间的这个Payload 就是这用户的资料 那你可能会想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这样做有什么样的特色 那我们就透过一张图来让大家了解说 为什么实战中啊 需要用到JWTOKEN这样的技术 首先呢我们就先来画一下 这是我们的浏览器 刘大哥浏览器 那浏览器啊在做登录的时候 这个右边呢就是我们的伺服器 这个伺服器 那登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它会发送一个账号密码 就是email 然后跟password 那在登录之后呢 这个伺服器啊会去跟资料库做沟通 去验证这个人到底 是不是真的账号密码吗正确 没有问题之后啊 这个伺服器会加密产生一个Token 那这个Token呢它会回传给浏览器 就会透过回应的方式回传给浏览器 然后浏览器就把他储存起来 下一次呢在登录的时候 下一次呢在登录的时候 他就会把这个Token 再送过来 在下次再送过来的时候 他就会伺服器呢 他这个Token是存在伺服器 然后他在过去通常会存在记忆体里面 然后下次再过来的时候 他会去验证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 然后他的密码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 他才去DB呢再把用户的 像是username这些东西把它取出来 好所以在这个流程里面 他会再做一件事情 他会去验证这个Token 另外一个呢就再跟DB 去取得这个人的用户资料 然后再做回传 有这一段流程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额外发出 许多请求啊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先把红线的部分都先拿掉 把这个Token呢 存在伺服器的比较麻烦的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随着服务越来越大 一台伺服器可能会不太够 我们就会起非常多的伺服器 就会有好几台伺服器 好那这每一台伺服器的程式码 其实都差不多 他就是一样都是可以做登录验证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Token啊 你在登录过程中 你是比如说这是A 这是B 这是C 你在A这台机器所登录的 那B这台机器就不知道 那当然这个Token你可以换一台机器 换一个像是RADIS这样的服务去存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在 像用户这个用户的名字 它是需要很长的反复存取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必须一直跟DP来做沟通 好那么我们换个方式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Token换成JWT 那JWT的优势就是说 它是称为一种叫做无状态的 无状态 也就是说 它并没有把这个Token储存在哪一台机器里面 你买一台机器呢 都可以拿来做解密 你不管是在A机器或B机器所建立的JWT 你在哪一台机器都可以来做解密 那么解密后的结果呢 其中也包含了就是用户的名字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回传 回传的时候 你就会包含验证 以及用户的名字 可以进行回传 你不一定需要跟DB做沟通 但如果你必要的话 还是可以这样这么做 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无状态的一个特性 它并不需要 把这个JWT存在哪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回到程式码来看一下 像这种JWT呢 它该怎么样去做开发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用先前已经起好的专案 直接来做运行 那这个是一个 Express Generator所产生的专案 那我们会把程式码写在 Users这个Louter里面 好 那我刚刚扫了一个步骤 就是我们需要安装相关的套件 在这次的说明里面呢 会安装两个套件 一个呢 叫做BCRAP 这个是一个密码加密的套件 但是这套件并不是说 并不是今天的重点 所以我们会 等一下如果讲到 可能会快速带过 另外呢 还会再安装另外一个套件 叫做JSON Web Token 就是JWT 那这个我们也必须安装进来 那在这个练习里面 我是使用PNPM来做安装 那当然你要安装的话 直接使用NPM来做安装 两个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省略一个P就好了 这个是都一样 然后接下来 我把服务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来开始做撰写 首先呢 我把这个VAR都改成Const 这样看的会比较习惯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必须把刚刚所提到的这两个套件都先引入进来 所以必须Require 然后JSON Web Token 然后另外呢 我们刚刚还有一个B-Craft B-Craft这个套件呢 也必须引用进来 那这个是密码加密的套件 那等一下可能会快速略过 然后路由顺序稍微调一下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Users的路由 那么在这个范例里面呢 我们会跟 这GoodNotes一样 我们会做 登录验证的部分 那整个路由呢 会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会做到用户的注册 那第二个呢 有注册就会有登录 第三个呢 就是验证用户 那这个验证用户呢 会同时取得 同时取得用户资料 所以 用户资料 所以我们在建立资料的时候 会包含一个Usernate 那作为验证的时候 取得 还是必须把这个Usernate 给取出来 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并不会去串接资料库 所以资料会直接 是存在 记忆体里面 但是啊 用户在登录之后 用户登录之后 他会使用JWT 把这个资料给取出来 所以还是要稍微说明一下 虽然我在这边有建议资料 但是我们不会一直反复的去 存取它 好那 注册的部分 我们就先从 先从注册来开始写 注册的话 会使用到是Post 然后后面呢 的路由是 叫做SIGN UP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是Express的Copper Function 里面会包含 Request跟Response 这是一个注册的过程 在注册上的话会取得 用户 用户必须带入的是Email 还有Password 密码 还有包含它的Usernate 这个Usernate就刚刚提到 我们必须把它存起来 然后会从Request Body里面去取出来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这三个栏位 有没有正确的运作 我在开发过程中通常 不会一次做很多 我们会做一段 然后来验证一段 好那在这个范围里面 一样会使用到PostNet 那我在前面呢 有建立一个小专案 那我就从这里面 去建立这个资料夹 那当然你要建立一个 全新的资料夹 也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叫做JWT的一个范例 好我先把多的部分呢 先把它给关掉 我们就留下JWT这一个 然后在JWT里面 我新增一个新的请求 这个叫做Sign Up 注册的部分 然后注册的话 会去跟伺服器发出请求 它的路径呢在Users 然后Sign Up 好那接下来呢 它在发送的时候 Body必须带入一些栏位 那栏位的话会使用到 JSON的方式来做发送 里面包含三个栏位 一个呢是email 那email的话 这边所使用的是 AA然后Gmail 然后后面呢 会是Password Password不是这次的重点 所以我密码就会乱取 1234 然后最后呢会是username 好username的话 就是输入卡斯伯 好那目前来讲的话 会有AA这个email 那我们等一下就做一个验证 就是这users在存资料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使用email 作为栏位 email作为栏位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 这边 这是一个预设资料 如果等一下跟它重复的话 它是没有办法储存的 好这个是另外做的 我们可以做一些基本的验证 好那在users里面就包含了username 好username 那另外呢还有password 那这个我们预期啊 这个AA是没有办法注册的 我们先储存 让它跑一次 按下send 按下send之后 可以看到我们使用AA来做注册 那AA目前是已经存在 所以我们不能让它注册成功 好这边我们就可以做if 如果users里面的email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挡掉 return is.status 好然后400 好然后send 后面呢可以回传讯息 eror 错误就是用户已存在 好那在这个翻例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 把那个一些错误的行为挡掉 好我发出请求之后 就可以得到用户已存在 好那我们现在在撰写 是注册的这个路由 在这个路由里面我们还要再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1-1 那这个的话是会去加密密码 那我们刚刚有使用Bcraft这个套件 所以等一下呢在用户输入 用户输入密码 他不会直接使用密码的方式去做储存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密码做加密 第二件事情是资料储存 好就是当用户发出请求来之后 必须把usernames password 还有他的email 给储存起来 那第三件是1-3 就是回应 所以等一下会做这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会是加密密码 那加密密码 就会使用到Bcraft这个套件 好那这个套件在使用上 其实他难度不高 不过 密码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 所以今天只会用很简单的方式 来做说明 那简单来讲 他会区分为这两段 区分为这两段 这两段的话他可以这么做 他在加密的过程中 来我们先来写一次 加密上的话 他里面有很多细节要说明 但是今天因为我们不会讲那么细 来这边就是一个完整的加密程式 我们直接把它贴过来 这个是hash password 来等于 来我这边稍微改一下 他在加密之后呢 会把这整个密码呢 变成hash的形式 然后我们必须把原始的密码带过来 后面的话你可以带上一个值 然后加密后他就会回传过来 回传过来 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加密后的结果 console.log hash password 来看一下 来我们再回到postman 然后我把email稍微换一下 换成abc 按下send之后呢 可以看到这个是加密 加密的话 我们再回到文件 稍微补充一下 他在加密上会使用 他这个语法是promise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必须使用promise-lan的方式去做鑽写 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把这个函式改成async function 好所以前面呢再补上一个await 这边把它改一下他就可以运作 好按在postman呢 按下发送 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加密的结果 所以我们在密码上面原则上是没有储存明码的 那接下来要做资料储存 资料储存的话 users我们会把 啊 资料的key值呢 直接用email去带 然后面呢带上password 这password我们存的是hash加密后的密码 那另外一个呢 会把今天的重点username给存进去 好 那都做好之后就可以来做回应了 response.status 就是状态 然后是201 他注册成功 所以我们会发一个回应给他 这回应呢 就上面就写着message message 注册成功 好我自己会安装一个套件 拼错字他就给提示 这样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错误 好那接下来再回到postman上面按下 送出之后就可以得到注册成功 好那这边你只会显示注册成功 并没有带入额外的资讯 好那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可以来做登录 登录 登录原则上他前面跟 啊 注册有点像 我先来复制这一段 来 开发上 就会常会使用复制贴上的手法 那这边我们会改成登录 好登录 好登录 好登录之后呢 我们就先把多的程式码给去掉 这一段我们先取掉 我们会取得的是 在登录过程中呢 我们会把用户的email跟密码呢 可以取出来 等一下会做使用 好那第一件事情是用 二之一 二之一 验证用户是否存在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我们会做密码验证 那第三件事情呢 二之三 好那我们会做 啊 JWT签章 好 好 那最后呢 会做回应 就是 二之四 会做回应 好 那在验证用户是否存在 就是你在登录过程中 你还是必须要跟 db来做沟通 这个签章打错 签章 好 我们还是会跟db来做确认 这个email到底是否正确 所以 这边的话我们这样做 我们会从 db里面直接去查 这个人到底是否存在 所以 这里所使用 email当key值 就这样的方便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来 验证这个用户是否存在 这里的话就是 使用 user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如果用户不存在 用户如果不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来 直接做回应 return 然后is status 401 然后点 send eror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到 比如说 用户不存在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回到postman 那postman上面的话 我蛮常使用复制的方式 那这样我们可以少打很多字 好 这里把它改成登录 然后这边呢 也改成登录 好 然后接下来呢 在body里面 把username去掉 所以 等一下发送上面呢 是少了username的部分 然后我们按下send 好 那这个时候 它显示用户不存在 因为我每次存档的时候 机器会重启 所以我必须再重新注册 那重新注册之后 我这时候按下send 它就不会跳出用户不存在 它目前是卡住的 好 所以接下来可以继续往下 我们可以来做密码验证 好 密码验证 密码验证的话 就可以这样做 如果 我们直接 去做 验证 bcraft 然后 它里面会有一个 叫做compare的方法 好 那compare的话 带入两个字 一个呢是 当前的密码 还有另外一个呢 是加密后的密码 所以这里会带入两个 我写在这边 一个是密码 另外一个是加密后的密码 所以 这边呢 就会把两个进行比对 如果一样的话 它就会回传true的结果 所以 这里的话 会把user 好 在前面 我们已经把user给取出来了 所以 可以把 它的hpassword 取出来 如果 它验证成功的话 它就会继续往下 那没有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它挡掉 这里就会做回传 这里的话 我们就会说 登录错误 好 所以就可以回到 这边的postman 第一个是注册 然后 接下来呢 按下登录 目前呢 还出现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是因为 这边 我们刚刚存的 就是password 这边 打错了 那 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 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就顺便来看一下 我刚刚忘记改 这个 原则上 它也是一个promise 所以这边应该要加上await 才是正确的 这边必须加上await 好 那 我们必须把它给框起来 这样运行才是正确 那如果没有加上await的话 它没有办法正确运作 所以 这里程式码稍微调整一下 好 一样 注册 然后注册之后 注册成功 然后按下送出 那 这边密码是对的 我们把它改错的 改错之后 它就会出现登录错误 那登录成功的话 所以它卡在这个地方 所以 这边的话要特别注意 我们必须加上await 要不然会出现 promise pending的一个状态 好 那这边的话 就登录成功了 登录成功之后 我们就必须来做 JWT的千张 好 所以 这里呢 目标就是产生一个token 然后会使用到 JWT的 NPM 来做千张 好 然后 如果你是使用 VSCode的话 可能就会提供相对应的提示了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文件怎么说 在它的文件往下 往下其实它就 蛮快就提供一个 范例的程式嘛 在这个范例程式码里面 你可以看到JWT 后面呢 是加上一个payload 就是我们要传入的载体 另外一个呢 就是加入一个key值 一个key值 那这个key值啊 原则上是存在 我们的环境变数里面 那这一段 我就做一次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会比较清楚 好 在这个千张里面呢 会包含两个结构 两个结构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要再加入的payload 就是载体 那我们就加入两个 一个是email 另外一个呢 就是token 不是token 这边会加入的是usernate 好 那usernate的话呢 我们是 在前面我们有把user取出来 所以会变成这样 usernate 会是在user的usernate里面 好 那千张的payload已经准备好 另外一个会补上一个key 那这个key 那这个key啊 这个key 原则上 原则上 会储存在环境变数 好 所以 但今天我们没有做环境变数 只是提醒大家 它通常会存在环境变数 但我们就放在最前面 好 那这个key的话 命名上也不会说那种太单纯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就简单一点 就是六角的key 那当然我们实际上 不会这样子取而已 我们取比较复杂的 好 那这样的话就是 data bc的token就完成了 所以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token 等一下来印出来给大家看 好 后面的话 就可以做response send 整个都结束了 结束完之后 我们可以说明 message 成功 那后面的话呢 就是包含token 来进行回传 好 那存档之后 回到postman 好 那我们再重新注册一个 然后就可以注册成功 然后接下来再按下 送出之后 就会看到这个就是token 这是由jwt所制作的 使用jwt所签章的一个token 那这个token等一下就可以来做验证使用 好 所以最后呢 要来做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来做验证的 用户 验证用户 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来 做一个不一样路由 router.get 然后这边的话是使用get的方法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profile 好了 我们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做验证 那只是这个范例呢 我们是直接来取得用户的资料 那资料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从dp里面去做存取 我们可以直接从jwt把它给取出来 那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把这个token给取出来 那这个token呢 原则上就会放在我们的headers里面 然后呢 里面有一个au3station 这一个这个单子里面 那我们来送一次看看 回到postman里面 因为我每次登录之后 每次储存之后 我们都必须重新的送新的资料 那我现在再复制一份 然后这个API呢是profile 然后会使用的方法是get 我们用get直接去取得profile get profile 好 然后这次的token呢 会把它放在的是headers里面 所以这边有get profile 然后会放在headers里面 然后如果你是使用postman的话 其实可以直接选 你可以看到这边可以直接选取到这个单子 然后把值给贴进来 那这边的话我们可以按下送出来看一下 但是我这边忘记加上log了 所以console.log token 我们把它印出来看 好 这边呢就加上token 存档再重跑一次 重新注册 然后登录 但登录的话 我必须把这个token拿来用 必须要拿一个新的 然后接下来呢 来 然后我就可以来按下送出 按下送出之后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server端是有收到这个token 好 有token之后要来做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件事情 3-1 就是验证用户有送token 没有送的 就是直接把它挡掉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直接做验证 3-2 进行验证 验证 好 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if 如果用户没有带入token的话 那我们会直接做回传 return 好 这个人呢 没有少了token 所以401 就是 可以直接跟他说 你没有登录 send 然后这边写未登录 好 这个是如果他连token都没有送的话 会跳出未登录 所以 像是我们在postman里面 如果把这个勾掉 它就会呈现未登录 好 那接下来继续往下就是进行验证 那进行验证的话 我们在jwtoken里面也可以直接做搜寻 搜寻 那 它原则上会使用到verify 这个方法 那在这个方法里面就必须带上的是token 然后还有刚刚所储存的key值 最后呢 带入的是callback function 所以我们用这个结构来进行验证 jwt verify 然后后面呢 会带入的是token 然后还有key值 后方呢 再带入一个callback function 那这个callback function呢 它会分别带入两个参数 一个是错误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它可以直接用这边来做验证 另外呢 就是jwtoken里面的payload 它会在第二个参数所取得 所以 所以这边呢可以做一个验证 说如果 里面它有回传到true这个值的话 可以直接跟用户说 来这边其实原则上是一样 我们把它贴过来 它是403 验证错误 好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 这边的话我先来做一个错误的 我一样注册 然后接下来登录 登录完之后 我就把这个jwttoken拿来用 但也不用 其实我们把它改坏就好 所以我把这一段改坏 好 改坏之后按下送除 它就得到验证错误的结果 好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users是我们刚刚 这个user 是刚刚储存在jwtpayload里面 这是重点 所以 我们不需要再从资料库 再重新去取得这个用户的资料 所以它的 相对来讲 它速度会比较快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的资料到底有没有储存起来 这个users 它到底有没有正确储存 那如果有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回应 就是用户的资料 来进行回应 Message 就是成功 然后后面呢 可以直接把用户的资料 来进行回传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流程是否正确 好 那就回到postman 在postman里面 一样注册一个新的 然后进行登录 登录 登录之后 把这一段payload 这个token拿来用 好 那在token里面 我们就直接贴上 按一下send 可以看到 我送出之后呢 这个token它可以取得我的user的资料 那user资料里面有带入一个iat 这个是我们的时间 带入的是一个unitinestamp的时间值 那我们可以看到email以及username也被取得了 好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话 其实这个users 你一样可以做其他验证 像是我们甚至可以去验证 他是否在资料库里面有没有这个人 所以可以做到像users里面 我们去看一下user.email 这个栏位是否存在 你可以做其他事情 就看你还不要再跟这家互沟通 那如果不需要的话 其实在这一段 他已经算登录成功了 所以在JWT的运作概念里面呢 我们并没有把JWT 就是这个token 并没有存在server上面 而是用户回传之后 才来进行验证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介绍JWT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也欢迎订阅加分享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